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月的计算机会刊特色论文介绍 我是计算机会刊的编委,中科研计算所,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控制计算实验室的含一核 2018年6月的特色论文题目是 设计空间快速搜索的多核处理器分析模型 作者是来自于RBM研究院,阿斯特朗与RBM研究中心,爱因乎温科技大学 今天的系统架构师在设计一个大规模的系统时,要考虑很多不同的方面 如选择什么样的指令集,选择多少核的处理器,还会在系统设计时进行考虑 如系统中需要多少处理器和用多大的内存 在母系情况下,还要考虑到功率和电能的消耗问题 此外,在系统评估中,应用最终将决定拥有的最大性能与能效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设计系统 具体来说,就是要很快的减少设计空间 我们知道,仿灯速度通常很慢 最好的微体系及各级防灯器在单核处理器上只能达到几兆的RPS,以及每秒指令数 当它分析一个很大的系统时,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因此,架构师通常需要依赖计算完成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系统分析模型 这是我们系统模型的概览图 Tran1中是PISA,应用程序分析器 可以分析与硬件平台无关的测试应用程序 Tran2是一个百亿级的应用外推器 它可以放大PISA产生的共同负载来测试大规模的系统 Tran3中是性能编载模型 它包含一个多核处理器模型 这也是我们文章的核心工作 我们的模型以每秒指令的方式模拟处理器的指令吞吐量 在PPT的右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处理器减妖框图 从执行时间的周期数来看 我们可以很容易确定应用程序的执行时间 如公式所示 执行时间等于指令数除以IPC与核频率的集 以时钟周期为单位 可以很好的确定处理器各部分的时间约束 如指令发射单元每个周期发动数据的指令数不可能超过 指令的发射带宽 除了指令发射,我们得出了很多其他约束 比如我们得出了指令并行度可达到的约束 总体可用的功能部件的数量约束 还有程序Catch相关的约束,如Catch的大小与访问颜值等 我们的模型对预知不同的相对单元具有很好的扩展性 并且我们还得出了多核Catch与带宽争夺的约束 在实验中,我们将展示单核实验结果 我们在英特尔智强12697v3处理器上 运行了来自Global500和SPEC CPU2006的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方案获得了0.8的相关度 和49%的平均绝对无差本分比 和SNP模拟器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SNP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有0.98的相关度和49%的平均绝对无差本分比 然而,如果你看二者的执行时间 会看出我们的方案仅仅需要5秒就可以得到结果 而SNP需要两天的时间 我们的方法比采用模拟器的方法快了几个数量级 从而使大规模系统快速的自动化设计空间搜索成为可能 这里我们展示了一个设计空间搜索的例子 我们分析了一个设定天文学的应用 在7分钟之内就可以把504个设计点的性能全部分析出来 这些设计点包含了不同的核心数 不同的时钟频率,以及不同的CAT带宽等 为了画右边这个包含执行时间和人耗的图 我们集成了MC-PAT用于功耗预测 性能分析模型可以进行快速的设计空间搜索 并且这些模型在早期系统评估中会非常有用 因为此时有一个好的相关度比有一个好的绝对精度更重要 可以快速的评估出哪些设计点值得研究 本文体中的多核分析模型可以评估系统的整体性能 我们的模型还支持多核CAT与带宽振度分析 在英特尔自强处理器上,我们模拟了向量指令 并获得了0.8的相关度 与49%的平均最对无差百分比 最后,这是我们原代网的链接 可以下载并进行实验 谢谢大家的关注 提醒大家,这篇论文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到屏幕输出时间的地址下载 不要忘记访问GNG学会和GNG会看的网站 最新关于GNG会看的消息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的网页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的网站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的网站 请访问杂志主编马塔西教授和